接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6波罗蜜法药 详解6度波罗蜜 布施 终论云 一切众生 尤其是人道众生 都想要离苦得乐 快乐从何而来 财富质量具足 才有快乐 财富从何而来 即从布施而来 布施在6波罗蜜当中 是最容易修 且最有效的法门 所以把它列为 第一个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布施的定义为何 简言之 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送给别人 行布施时要具备两个条件 才算是真正的布施 即布施者本身具有正念 且没有执着 是真正的布施 是真正的布施 布施又可从三方面来说明 物质的布施 财施 例如把金钱 衣食等送给别人 当我们把物质的东西送给别人时 目的是为了利他 以及利益他人最基本的需要 没有这些基本的需要 则无法生存 牺牲自己的生命给别人 无畏施 生命的布施是指当众生有恐惧时 我们必须去保护他们 救度他们 即使牺牲自己生命 在所不惜 6月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佛法教给别人 法师 佛法可使内心平静 进而了知新的本性 因此要做法布施 第一种及第二种布施 是利于我们今生的 第三种布施 是有利于今生来生 甚至未来生生世世永远的 行布施时有两种心态 一是染污的心 二是清净的心 当我们以污染的心行布施时 反而会害了别人 就好比给人家毒药 子弹 刀等 接受的人会受到伤害 以下三种情形 一属污染心 一 为了名利而布施 二 为了竞争而布施 例如 见他人布施多 而生起比他布施更多的心 为了来生能得财富 或往生天道而行布施 我们要在布施的物质与动机上 详加考察是否污染 如布施的物质会伤害他人 则不可拿来布施 则不可拿来布施 例如毒药 或是现今社会的毒品 但是如果有毒的药物可以治疗他人的疾病时 则属例外 则属例外 六波罗蜜法药 详解六度波罗蜜 而就动机方面来说 例如 以生命布施时 要有一正确的心态 需对他人有利 不能误解佛法 单凭一种宗教的狂热 轻易地牺牲宝贵的神秘 中文字幕提供 即使以诚恳的态度 供养的态度 没有条件地来布施给他人 所布施的东西 都是能够利益他们的 就目的来说 以布施与三宝有关的性质为家 另外 又如磁心的布施 例如帮助父母得到快乐 又有一种悲心的布施 例如对贫困者 病者的布施 这些都是根据经论 所说最适当的布施方法 在做无畏时 而牺牲自己生命时 我们千万要记住 要有清净的心 我们自己的心要清净 我们不失的行为要清净 布施的目的与物件要清净 在就布施方面而言 当我们听闻佛法后 不仅仅自己知道 而且要想办法帮助别人知道 让他们了解佛法 引导他们 不仅仅自己知道 这时先要知道自己的情况 先了解自己有多少能力 同时也要了解 接受佛法布施的物件情况 行布施时要有三种清净心 即以三种正确的观念 观想行布施 也就是三轮体空 因了解自我的真理 因了解布施者无我 且是一种幻化的 因了解所布施的东西 也是幻化的 接受我们布施的物件 也是幻化的 如果以这三种观想行布施 则我们所做的布施 就能超越世间的布施功德 因为这种布施 没有烦恼 没有污染 布施可增长我们的功德 但我要再次强调 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给他人任何东西 应该要祈求 给这些东西 会帮助受帮助的众生 将来就近成佛 不该在布施时 对所布施之物产生任何执着心 心无存任何的条件 也不盼望任何的收获 无论是世间的或初世间的收获 如果能做到以上三点 我们所做的布施 才真正是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施的回向 如果将布施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则我们所得的功德 将会更稳定广大 更能导致世间 及初世间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的当价 生儿育女 是身为女性的天职 对于小玉 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 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 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为她 我常在想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每天辛勤地工作 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 我一直疑惑着 门门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 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 这天 我被扣上了项圈 带住了羊圈 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成相似 我觉得十分害怕 脚步停了下来 眼睛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原来天能之乐 是这么简单 这么的幸福 这些尸骨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是这么简单 这些尸骨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是这么简单 这些尸骨的小声音使我雀跃 从事公益行善的理他活动 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 因为助人可以提升正面的心情 快乐指数 从事志工活动 关怀老弱 声障等服务 对于身心状况能有正面帮助 许多人在奉献服务中感受到 世间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而激发自己内在的慈心 扩展自己的心量 获得快乐 这样的心灵喜乐是无价的 这种想要服务大众 家会世间大众的心 就是佛教所说的发心 从事服务社会大众的行动 就是一种菩萨行 做义工可以迅速累积福报 因为义工的发心态度 这是累积慈悲资良 义工的无私无偏 这是累积平等资良 义工的付出奉献 这是累积不失资良 义工的不辞劳苦 这是累积精进资良 义工的任劳任怨 这是累积安忍资良 义工的护重不害 这是累积实戒资良 义工的专心意义 这是累积禅定资良 义工的用心思考 这是累积智慧资良 所以义工除了结交朋友 广结善缘之外 更有累积福报 自立立他的深远意义 义工报名请洽 email lifetv.net at msa.high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生命文化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 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才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汇圆满 护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01-002-197-388 001-002-197-388 转账号请将个人账号 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 msa.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古老的东八画 是最具特色的纳西族美术遗产 一般分为地狱 人类 天界等部分 画面色彩鲜明 艳丽 人物造型生动 主要在表述生活作息 和造恶受惩 伟善得乐的因果观念 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像 又具有 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 我们纳西族的东八教啊 他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 天堂 人间 地狱 做好事就上天堂 做坏就下地狱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 跟佛教是有关系的 大家来看这幅 这个人呢 是一个残舌妇 搬弄是非 嚼舌桶 残舌妇的下场呢 就下了地狱 然后呢 小鬼呢 就把他 小鬼呢 就把他的那个 蛇头拉得很长 看到没有 然后呢 牛在上面离地 其实地藏经里面 也讲到 残舌根里 就告起我们 要注重口语 不要乱说话 不要引起周围的 连连不合 这幅图呢 我们叫做青蛙八个图 只要看到这幅图 一定就是大西族人的了 青蛙八个图啊 传说就是金色的大蛙 把一本 东八基族吃了 天神生气 射了他一剑 剑 从胶中间射过来 剑头是金属做的 剑尾是木头做的 青蛙呢 临死之前呢 头土鲜血而完 血代表的是火啊 青蛙临死之前 杀了三敌料 代表的是水 指的是正北方 那趴在一块土块上死的 金属指的是正西方 木头指的正东方 所以金木随猴土 包括它的四十脚代表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几个方位就有了 是我们那西族的东八用来 章谱算命的 跟我们的道教八卦有一起训练 我们知道 但是没有受到八卦的影响 周围的这十二生肖 这一条是受到我们东南汉族的影响了 那大家再看一下这边呢 有几个字 字形字代表是东南西 代表是八卦年 东八文化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东八文 它是世界上少数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 被誉为是文字的火化石 创造于一千多年前的东八文 有一千四百多个单字 丰富的词语 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 能记录复杂的事件 亦能写实作文 如果单单把这个字拆开来 这个字呢 它是数字是这样子写的 它代表是屡性屡性 词性都是这个字 这种文字呢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一棵树是大树 一个朵花是漂亮的 它就会标上旁边 标上这个符号 那它的意思是 漂亮的树高的树 那就是说我们创造字的时候 凡是好的字节 都会加上这个语字谈 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男人的地位很高 因此不信任我 是欣赏的 不信任我 只是女人的地位是最大的 是谁知名字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